下面这个故事说的是高秀才考试 从前啊,有个姓高的秀才,读了十几年书 上之天文,下通地理,真是满腹文采 跟他一起读书的人都很佩服他 高秀才自己也十分得意 有一年,高秀才到京城去赶考 亲戚朋友们都来送行 大伙齐声说,这回一定能高中,一步登天 高秀才表面上也说了几句客套话 心里却说,听我的本事,准能考上状元 到了京城,入了考场,等拿到考题一看 高秀才高兴地笑出声来 因为题目太容易了 高秀才心中想到,这些题,闭着眼睛也能做出来 这下,投名状元就是我的了 他眯缝起眼睛,算挤开了 考中状元,皇帝就会招我做驸马 把公主嫁给我 于是我坐上八台大轿 前呼后拥,好不威风 回到县里,县官出城迎接 全村男女老少也来迎接 口称驸马大老爷 回到家里,起高楼,建花园 朱七大门前,安上守门的石狮子,打起状元桥 每天陪着像天仙一样的公主,游山玩景 她越想越美,忽听,哐的一声裸响 原来是考试时间已经完了 高秀才低头一看 哎呀,手里还是一张白卷子 刚才子孤胡思乱想,还没动笔写字呢 咱们再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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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